咱们有十来天没有过来看了 当时我们抹掉底下 还有打顶上面 现在已经十来天已经长成这样 还是蛮不错的 你看这个均匀 一般留四串就好 四五串就好 把底下纯木抹掉 顶端打掉 要留中间四到五串 这样的话 营养会积累更快 做果率会更高一点 而且它成熟期 起码能缩短五天 能缩短五天左右 如果你种一两颗的 可以这样搞 这样的话 你的栗子可以提前很多 提前一周左右 现在已经开熊花了 大家看一下 这些是熊花 熊花的表现就是这样 散开来 如果你看到开熊花了 可以打一下这个 以西利2到4毫升 都效座的话是 18到20克 要压一下 不压一下容易爆花 爆花的话就是只开熊花 做果率就没有 像其他的没有搞的 那就一搓一搓的 看到都吓人 你看这种一搓一搓的 还有当时水瓶枝 你看现在也是长得一搓一搓的 还有你看那些 你看都是一搓一搓 当时我们就抹了这一串 你看还有这一串 还有底下的这里这一串 当时抹的不多 然后这些没抹的 大家看一下 看到都下眼你看这些 所以你这么多不抹的 还有这一搓 有用吗 没用 你看这一搓 看到的下眼不 有用吗 没用 你这样搞的话 这个非之效 所以建议还是要及时空一下 打一下 你看长得这一搓一搓 这太多了 咱们抹掉 留一点就好 留那一两串就好了 你看长得这样 你看这一搓一搓的 所以说这个非之效啊 是很容易来花 今年的话 很多品种都没有花 今年的非之效价格 应该还可以 这个利青路已经铺好了 要大家看一下 很多一搓一搓的 太多了 很可怕 而且长得又长 当时又没动它 像这个 当时我们抹过了 你看搭顶的 抹过了 你看这种会还好一点 你看这种没有抹的多长 30公分长 还有这一些 你看到没有 所以利青路一直非之效爆发 就是因为这样 还有这个是当时我们抹掉的 留旁边四串 你看抹掉底下 抹掉上面 留旁边四串 它现在也长得好长 有这些 开这个 开这个熊花了 就是公花 大家看一下 这些就是公花 散开来的 已经开了 你看这些多长 你看这一片过去 还有再看那里 看到都可怕 爆发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就是这种树了 最容易爆发了 你看现在看了好多开这个公花了 太可怕了 好了 今天就讲这么多 注意压一下花 打一下以西利都效作 今天呢 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 请点赞 关注